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你真的常常错过这个补课 你一定要把握 因为里头有潘老师保健是电子包独家上架 那你现在打开AP火速抢肩就可以补课了 更多精彩内容 当然你要有动作下载或更新的APP 要一起来体验 所以我们健康同学部的APP要升级 但是我们的荷包往往都是降级的比较多了 或者停在原点 想要这就心酸了啦 对啊 没办法 那只好我们的人生的健康要升级 对啊 这很重要 那环师今天来带给我们一个比较新的观念 是关于体质跟排毒的 体质的分类我们常常都知道中医的分类 中医有各种体质 那也有说什么酸性体质 碱性体质 对不对 因为吃肉的关系 或吃蔬菜水果的关系 那今天有一种比较崭新的体质的分类 然后吃食物的食材的部位也不一样 某某体质要搭配吃某种食材 这样子可能99%的病呢 都会这个症状都会消除 对 因为其实食物就是最好的一些良药 对 没错 食疗其实是蛮不错的 这个不见得真的要吃药嘛 那最近也很流行一个观念叫做自愈力 自己预疗的能力 应该恢复能力 自己疗愈 对 那很多都是要从正确的食材里面来 然后自己治疗自己 那就不用去看医生 我觉得这样也是不错的 那这样讲黄医师是用自然医学角度 来帮我们看体质 对 来看看体质 我们也看看现场的来宾跟同学 到底他们是什么样的体质 那我们讲说食材食疗食疗食材 那显而易见我们台湾人吃什么 跟我们得什么病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 那国际上流行的这个食材的分配方法 跟我们台湾实际人的餐盘 是不是不太一样 以前讲过理想的就idea的餐盘 今天告诉你事实上的餐盘是什么样子 台湾人目前事实上的餐盘是怎么吃 然后再比上国际间其他各国的实际餐盘 这些通通都不是理想餐盘 那你比如说第一个以肉类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人每人每年肉类吃到77.1公斤 这是太多了 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得到像美国人 德国人 这种欧美人吃肉吃的最多 那他们是算是那种比较粗壮的体格 你看美国人每人每年可以吃到将近80公斤 就是79 那德国人可以到77.6 所以跟台湾人这个身材跟欧美不太一样 结果吃的肉跟他们一样的多 我们怎么都吃70几个 而且这就叫饮食西化 就是你往肉类多了吃 那这时候对身体会造成负担 可是你看同围亚洲的日本跟韩国 他们每年只有差不多40公斤左右的肉类 所以我们肉吃的太多都超过一半以上 一倍以上 对 这个是很严重的 尤其我在那种五星级的那种自助餐早餐 看到很多的国人拿那个鸡蛋三四颗 然后把蛋白都吃掉 把蛋黄拿去丢掉 他还觉得他很健康 我常常讲这叫浪费国家粮食 真的 对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他的蛋白值太高了 你可以看到他肉类都超过一倍 他绝对不需要在每天早上鸡蛋再吃三颗到四颗 根本没必要 这样子当然这个肉吃多了 引起了疾病也就有 非常多 他可以造成肾脏的问题 他又可以造成大肠脂肠癌的问题 那么你可以看到在油脂的部分 我们也是太多 因为中华民国的卫生福利部 建议这个每人每天是20%到30%的 20%到30%的热量比例 那因为我们都太多了 所以现在目前你只要偏在20出头左右就合格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比较希望大家能够在20出头的位置 每天的油脂 对对对 都不要到20几接近30的位置 更何况你现在呢 是吃到37% 我们实际的量是37% 所以就等于说 可以说是超过了10%左右 其实真正算是7% 但是因为我们不希望那么高 所以可以说是超过了10%左右 所以我们的油脂也太多 而且我跟你保证这些油脂呢 都是很烂的油 为什么呢 因为会从这边来 会从这边来 看到没有 因为你这边吃多了 这样这些的油都不会是太好的油 所以就吃过 还有很多是油炸食 对对对 然后真正的好的油呢 你又吃不到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鱼油 就是我们不是讲说胶囊的油 是真正天然鱼的油 我们一直在健康同学会强调 鱼类最少最少 一个礼拜要吃三次 结果呢 你看我们台湾明明四面环海 可是鱼类吃的少到可怜 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量呢 不及同样为四面环海 这个韩国还没四面环海 它还半岛了 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呢 它这个是三分之一的鱼的量 所以我们其实台湾人啊 应该要多吃鱼 多吃鱼对身体会很健康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蔬菜水果 我们讲一日五七九啊 我们这个标准太高了 我们就五份就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安德要吃到九份 亚方要吃到七份 只有小孩子才吃到五份 那如果说我们降低标准 用五份来当标准的话呢 有80%的台湾人吃不到五份 一天吃不到五份 对对对 这也是很糟糕的 那另外这次我们讲过很多遍的 我们的蔬国里面的农药呢 是超过世界平均的五倍 所以农药使用农药的量 所以这个餐盘里面 如果有农药的话呢 那对你的身体当然是有很大的问题 那另外呢 这就是一个比较总和的结果 结果 对 刚刚那个餐盘 既然是这样的一个错误 跟理想的距离这么遥远 所以因此呢 我们每年死亡人数里面呢 有45%呢 是因为癌症跟心血管疾病死掉的 所以呢 你这些蔬果少吃的话呢 那么我们得到这些癌症啊 心血管疾病的机会就是 吃到五份的两倍 两倍 所以换句话说 那个45%就是一个总结 那我们的餐盘是怎么样呢 多油 多肉 少蔬果 刚好跟那个健康指南 完全是反过来的 实际我们的餐盘是这样子 大家想一想真的 蔬菜真的很少 水果 对 真的 我们是吃少了 我们那个便当 你看 如果我们是外食 我们吃那个便当 排骨头 那里面的菜也是很少的 基本是排骨嘛 基本是排骨嘛 鸡腿啊 都有排骨 顶多加一个卤蛋 对不对 那但是那个排骨都是好大 好大 好大 你想想看 那可见真的是油脂太多了 真的太多 因为他们之前曾经去调查过 我们的上班族餐盘啊 就发现普遍我们现在上班族 一个午餐的便当盒的蛋白质量 就是我们一天所需的 一餐就是一天了 你那只大鸡腿 跟那片像脸大的鸡排和排骨 就是一天需要的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579我们都没有做到 那事实上呢 我们知道植物有根 筋 叶 对不对 那是不是不同体质的人 我们应该摄取不同的部位 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倒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在讲到吃全食物嘛 是不是 对那全食物有的时候 有根 有筋 有叶 对啊 是不是依据体质不同 而应该吃不同的部位 对那个体质比较好 你就是说如果你的油脂摄取比较多 你现在变成你要倒灌 你叶子要吃多一点 是吗 可能是这样子哦 我们来看看 基本上不同的植物部位 它的能量也不一样 这里有种子 有根 有菁 有叶 那这四个部分分别代表什么呢 有什么不同呢 一个应酬的人啊 常常在应酬他火气大 油脂吃多 像刚刚这个国人的餐盘 他要吃哪一类的食物为主 叶子 叶子 叶菜 像有一些女生他虚寒 这个子宫寒冷 这个痛筋 手冷脚冷 他要吃哪一类的植物为主 他要吃根哦 根 为什么 因为对应不同 不过你看植物的叶子 在上面嘛 这个筋在躯干 然后跟在我们的骨盆 跟我们的脚 那这个种子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卵巢跟这个我们的鎬丸 也就是属于肾气的部分 因为种子它是全营养 对 它是一个富含全部营养 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在种子里面 因为要供应它发芽所有的需要 对 因为下一代 对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植物部位会对应不同的体质的需要 但是跟种子是不是比较寒一点 没有 因为跟它其实大量的 我们植物形光合作用以后 淀粉 葡萄糖 到这个淀粉都储存在根部 还有蛋白质的合成 而且种子 我们刚刚讲这个国人的这个油脂摄取不好 其实种子油是一个很好的油脂 例如说亚麻人油 亚麻油 这个橄榄油 这个冷压的 而且是Virgin Extra Virgin 这个是第一道出来的 然后再加上一些植物的蛋白 这个所谓的抗癌饮食 因为它里面富含Omega 3跟6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抗癌酸人体无法合成的 所以这个种子它蕴含的这个淀粉蛋白质油脂 是很多的 对 所以它能量最高 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分成种子跟精液呢 主要跟我们后面的内容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就包括了这个我们各种体质 其实要吃各种不同的部位 好 那如果这个叶菜类 精果类的食材 那如果太寒的话呢 李方老师是不是来跟我们讲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除它的寒性 那这边是说要烹调 要煮一下是不是 好 为什么蔬菜是寒性 那为什么说是深色的寒性 其实我后来发觉 所谓寒的话 是让我们尿排泄比较多 叫做寒 那你可以发觉 其实寒甲粒子多的食物 通常都被中医归成寒比较多 那蔬菜如果煮过之后呢 甲粒子流失之后呢 就比较不寒 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叫草酸 他发觉草酸也是个寒气 如果说也是蔬菜经过喷调之后 草酸减少之后 它的寒气就减少 所以喷调的过程当中 是可以减少寒气 那有几个方式 譬如说有人手脚比较冰冷啊 但是要吃蔬菜怎么办呢 第一个煮过 那煮的时候要加什么 加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寒的东西 譬如说为什么要加姜 为什么要麻油爆过 其实都有它的道理 那有些为什么用当归水去煮菜 就是它的道理 就利用一些所谓比较暖性的食物 混合这个冷寒性食物 让它变成搭下去 变成比较没有那么寒 那有些是用肉桂 肉桂也是属于热性的食物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全部在一起 那肉桂为什么是热性 因为肉桂能够让我们细胞里面 所以一个立腺体能量的 的那个应该怎么讲 能量单位让它作用比较完全 等于是让我们细胞的氧化 速度比较完全 所以为什么说肉桂也有减肥的效果 它等于是提升我们立腺体的氧化效果 那个产能的效果 所以蔬菜的话基本上喷调可以减少寒气 还有加些食物 加些食材也可以减少寒气 这边是说体质偏寒的 可以把蔬菜汆烫10秒到20秒左右再吃 蔬菜煮过以后就不那么寒凉了 对 就取 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 甲粒子跟草酸都可以去掉 其实因为只有一个 这个验证就是有时候体质寒的 你一喝那个 人家讲那个精力汤对不对 就更寒 就狂拉肚子 真的 因为我有一次有想到 真的就拉肚子 反而更寒 我们说菠菜 菠菜它们其实自然医学方式 有人用菠菜去怎么样 有宿便人他是用菠菜 然后加柠檬一起去打 认为是可以解除宿便 其实它理由在哪里 理由在草酸 利用它的草酸 让我们能够产生拉肚子效果 可以解除宿便 是这样子 好 了解了 好 那在于体质方面呢 自然医学有五大基础体质 我们来看看同学跟专家 到底属于哪一种 那这五大基础体质是哪五大呢 上活体质 发炎体质 粘液体质 虚寒体质 重症体质 看起来好像越来越糟 严重 是不是 越来越糟 上活体质的话 症状就是 意怒怕热说大话 症状都很简单 不会太复杂 你看哦 对不对 对对对 来让我先念一下 发炎体质是 肠发烧偏头痛 身体有红肿热痛 粘液体质是 过敏关节炎 然后虚寒体质是 手脚冰冷睡不好又易累 那重症体质 这就比较糟糕了 末期的重症 癌症 或者是长期用药 好 那这个 黄医师先帮我们 简单解释一下 为什么自然医学 是这五大类 五大类跟中医 又有点像 又有点不像 好 这个其实 我解释一下 自然医学认为 病从表到理 然后从这个 表到理 从上到下 所以这边比较表 那边比较理 对 这边表到理 上到下 现在上火 上火是上面嘛 对不对 对 然后发炎 然后这边是有点红肿发烧 然后这边都已经过敏 关节炎已经进到了 黏液了 就进到我们的这个 结涕组织了 对 它就是 痰很多 尿尿起泡泡 然后它肚子的时候 黏液很多 咖啪 就是很多 这个流鼻涕等等 过敏 过敏 在外面 那虚寒体质已经到内脏了吗 对 很多这个我们现代的女性 手冷脚冷 对 这个痛筋 然后这个很容易累啊 对 然后很没有精神 整天病奄奄的 到内脏 对 这个就是 每个体质就是由轻到重 轻到重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原则 从这个表到里 表到里 从上到下的原则 好 那这个同学们究竟是哪些体质呢 先来问你 发炎体质 你是常常发烧 身体有红肿痛热哦 对对 因为我常常会 有发烧 有发烧的情况 就低度的 或是非常 真的啊 对对 就是你身体会热一点 对 然后身体有红肿热痛 就有时候会啊 有时候就是 关节啊 或什么 真的 但是我本来一直在 你应该有说话大声 对啊 我本来也是上火的体质 明嘴应该都会了 对我本来想说 只要是政治的 大家打开那个政治言论节目的 所有都是上火体质 可是上火体质 里面有一个东西我没有 就是我一点都不怕热 没怕热 我不怕热也不怕冷 你什么话也不会大声就对吧 有有有有 所以你觉得 越来越大声了 对啊 对啊 跟一年前比大声很多 大声很多 对对 那这个部分 对 那我本来想说黏液体质算不算 因为我会过敏 但是我没有关节眼 所以其实你 比较像中间 所以我觉得是混合 左右有一点点 大部分都是混合 混合体质 有的时候还是有混合体质 其实只要有过敏 就算黏液体质 看最差的这一块 对对对对 那你是什么过敏 那我什么都有 鼻过敏 什么都过敏 眼睛结膜也会过敏 所以它比较像黏液体质 对对对对 就算最差了 对对对对 默液的重症啊 我没有 因为说像肠发烧 我有点很奇怪 是每次睡到一半会热息 真的啊 热息的时候会会 身上很多汗 你明明还有开冷气 那个男生也有更年期 是因为你的更年期 是更年期吗 他还有更可怕 他更年期就更到了 不一定啊 现在说40岁就有更年期啊 男生 他如果隐时不正常会提早 或是肥肥 就是说老化的现象 对 而且你刚才说你只有关节也没有 我关节也有 他也有 你这家很奇怪 几乎都有 上活体质三个都勾 那一定都有 这也有 你一体质两个勾 虚寒体质两个勾 只有重症没有 有 你看你有长期用药 你那个痛风不是要长期用药 偶尔啦 对 那他应该是什么体质呢 黄液医 他应该是介于虚寒跟重症之间 你看 他已经在那里了啦 他也自己看太轻了 如果你都是这样的话 你应该在这边 所以我们这里的 搞不好也有这里的 也有这里的 还在维持的 还有这些坏东西 主体跟刺体质 主体跟刺体 主体在这边 所以你比较像虚寒 对 没错 那欣怡你怎么会移到虚寒 我应该还没选择虚寒 就是典型的女生 不是都手脚冰冷 都是这样子 那有这么严重吗 所以很多女生 她的体质已经很差了 对 只要有点毒素过多 或风寒来了 我就容易生病 可是我这种夏天 然后手脚就很热 然后冬天就手脚一定冰冷 冰冷 以冬天为主 吃太少 这样不够 医师说要以冬天为主 所以她是虚寒吗 所以你就要多吃根类的食物 让你的这个热量比较高 可以有种子 那她也勾得过敏 你是什么过敏 我是皮肤容易有痒 然后还有就是一直会流鼻涕 然后眼睛也常常会痒 不用勾这个 就知道我一定吃这个 她一定吃这个 真的吗 我就是属于种子跟根筋吃太多 下盘很强壮 有可能 都是中广的 我是精输太多了 你这样讲等一下我们都不敢吃那个种子跟根筋 好 那怎么样同学都摸到一点边 你看看来三个人 因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 身体状况不一样 体质也就不一样了 那他们究竟应该吃食材的话 是根筋多还是种子多 还是应该多吃叶子呢 我们进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各种体质来为您解答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五大体质 那五大体质 第一个体质是上火体质 那三位同学好像都没有 那我觉得我比较像这个 因为是经常应酬或熬夜的 我不是经常应酬 我是经常熬夜 可是你那些症状都没有 有啊 你有异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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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火体质是第一个 那你说从表道理 那这个是比较表面的是不是 对这个大家已经走到我们这个 中医讲的竹阳明胃经 跟守太阳大肠经 所以它胃跟大肠为主 我们很多人吃这个应酬啊 这大鱼大肉啊 它那个排不出去的 就是有素便 素便你知道我们的消化道 它其实都是外皮层 所以就是可能会肥胖 抑热便秘 容易生气骂人 都有这些症状 这个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把我们大便抹在皮肤 很不好受对不对 但是这种这个累积在我们的肠胃道里面 今年累月 就等于是毒素在那里 毒素就一直渗透到我们体内 然后它这个就产生自由基过多 自由基的产生是肝脏解毒的过程 就会有自由基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排除呢 要怎么样排毒呢 所以这边是介绍说要 叶菜类三份 根类两份 筋肉种子各一份 分成八份 为什么分成八份呢 因为我们牙齿四颗 占32颗里面的八分之一 所以肉类呢 只能我们摄取的八分之一以重量 那上火体质为什么吃叶菜类比较多 因为上火叶菜类 例如说我如果我们不是手脚虚寒的 男性经常熬夜 如果你是上火体质的话 要吃新鲜的叶菜类 马上就可以降火 降火 就不会生气 因为叶菜类比较寒 对 对 它就可以降火 我们上火都是头部以上 对 脸红 这个眼 有红湿 对 就是上火 所以它是3211 对 3211 那这边还要喝金果汁 有两份 金果汁是什么汁呢 金果汁它是两餐中间喝的 对 因为我们一消化的速度的话 我们水果放后吃是错的 因为变成肚子脏气 对 因为它消化速度最快 所以要水果跟叶菜类要先吃 再来是肉类最后 然后我们的骨类是中间 中间 好 那这个金果汁 那您现在帮我们准备的是什么金 跟什么果打成汁 好我们这个食料法叫顶银食料法 这个食料法最 对 所以讲究是当季本土的 当季当季本土 对 那刚好你看这个我们最近中秋柚子 柚子 所以在地的我们就选了柚子跟芹菜 柚子对肠胃很好嘛 对对对 就这两种 对 这两种 一个金一个果 对 我们刚刚讲这个呼应我们的躯干嘛 肠胃到需要粗纤维当扫把 对 那粗纤维会提供益生菌养分 很多人补充益生菌没有补充粗纤维 对 益生菌到20 所以这个有纤维 这个也蛮多纤维 对 纤维都比较粗 好那我们就来 做做看好了 所以这个是适合上火的人喝的 上火体质 上火体质的人喝 对对 尤其黏液体质的人 他要多喝 到两份 对对 要两份 一份是一杯的意思 一杯嘛 500cc左右吧 水要吗 要加水 要加水 加一点 加一点点 大概一杯左右 加一杯水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倒下去 这样会不会太浓稠啊 不会不会 不会 然后记得不要滤过吃喔 不要滤过滤 你要把那个纤维一起吃进去 要纤维一起吃下去 对对对 好 好我们就把它加进去 然后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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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打得越细越好 对 嗯 嗯 好 我们今天就是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对对对对对对 那在事前的广告的时候 我们已经都打好了 是 是 黄学们这里有这一杯 颜色 就是芹菜加 金果汁 柚子 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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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免把柚子壓住了 但是也有吃到柚子的味道 其實看你的口味 你可以比重不一樣 然後有那個渣渣對不對 對,渣渣很重要 絕對不要濾掉 一定要把它吞進去 這樣有纖維嘛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個是發炎體 素青的 就是誰是發炎體質 素青是發炎體質 那發炎體質是這一階段的毒素 已經從表皮與微循環 累積到皮膚跟內臟之間了 那醫師幫我們解釋一下 好,這個在這個 醫聖章縱頸的這個 已經到我們的膽跟這個三膠筋 三膠是上中下三膠 其實他講的就是我們的淋巴循環 這就是跟淋巴比較關係的 對,就是說我們的膽汁跟我們的淋巴 這些排放不良的話 蓄積就像一個池塘 水流不出去池塘會發臭 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個 就裡面都容易什麼?發炎 髒東西流不掉 對 那發炎體質的人 那個份數都一樣嗎? 還是不太一樣? 這邊是葉菜類三份 根類兩份 筋肉種子各一份 然後精果汁也是兩份 那跟前面一樣 沒有錯,它一樣 沒有分別 而且直到我們的黏液體質呢 才以精為主 因為黏液體質就是要排你腸道的那一些 因為我們排放黏液最大宗的器官是大腸 所以經由大腸把大量的黏液排掉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這個日常的排便 如果我們大腸順暢的話就可以把黏液排掉 所以發炎體質也是葉菜類三份 跟那兩份 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什麼菜 什麼根莖類都可以吃就對 它沒有要特別區分 重要是食材 食材 食材非常重要 在地新鮮 新鮮的 我們要轉型期的 有機的 台灣有機很難 大部分轉型期 對 至少要無毒 沒錯 當然我們也要知道哪些是葉菜類 哪些是根莖類 因為有的你是看不出來的 可能要記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來考同學 譬如說我們常吃的金針花 究竟是屬於哪一類 花喔 究竟是屬於金還是根 還是葉菜 還是種子呢 好 我們來看同學猜的答案 C D C C就是葉菜類 也就是兩位女生認為是葉菜類 然後Paul認為是種子類 為什麼你們猜葉菜 因為本來它就是一朵花 可是花到底在根莖葉種子裡面 花果實 你是我的花果 沒有 因為我們學生物叫做根莖葉花果實 對不對 對 不知道要把花放在哪一類 放在哪一類 可是它口感比較像葉子 比較像葉子 比較像葉子 那你為什麼選種子呢 對 因為花就是它的生殖器官 而且最後要結果的時候 是從花裡面 花裡面這樣結起來 所以應該是屬於種子類的這種花 不太比較像葉子 對 它主要結起來 主要結起結那個果 好 這樣推論也對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它是哪一類呢 我們的答案是 葉菜類 大部分的花是屬於葉菜類 像是這個常入菜金針花 或是用來泡茶蓮花 那花是從枝條上長出來 與葉子類似 甚至有些花的花瓣是 葉子變形 不是真的花瓣喔 有到葉菜類 那潘老師來告訴我們一下 為什麼是葉菜類 這個要怎麼記呢 其實事實上 在我們的飲食指南裡面 是我們有一句打油詩 叫做根莖花果葉 紅黃綠白黑 我們是鼓勵大家 就是每個部分都要吃到 而且我們把每個部分 是按照生物分類的方法 把它分開的 那在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們今天的醫師就是 他從自然醫學的角度 去了解的時候呢 他並沒有把它分得 那麼樣的細 沒有分到 那由於他沒有分得 那麼樣的細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把某些部分 往某些部分靠攏 對 就好像比如說 我們原來講的 紅黃綠白黑 那我們如果只有黑的話呢 那有人會問說 潘老師那紫色放哪裡呢 紫色啊 那這時候如果你分得少的時候 那把紫色就歸在黑黑黑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在這個自然醫學裡面呢 他們的意思是說呢 把這個花類的部分呢 就歸在葉的部分 因為你剛剛已經看到 他的那個飲食 因為他今天提倡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呢 希望先搞清楚你的體質 對 那體質搞清楚之後呢 那麼你開始要飲食嘛 用飲食去解決體質的問題 那他在用飲食解決體質的問題 他必須要有一個中心思想 那他的中心思想呢 他就有五種不同的食物裡面的 用分數的搭配去解決他的問題 那他因為他在分數搭配的時候呢 他又不敢施衡 所以因此呢 他每一個部分 最少最少都有E在 對都有E 那個E就是要維持他的均衡 但是由於你體質在變化 所以在變化的當中呢 他就要用不同的分數呢 去壓制你變化的那個部分 對 比如說以舉例子來講 就是說假設他今天是上火的話 那我顯然要滅火嘛 對 那我如果要滅火的話呢 按照剛剛所謂的 春夏秋冬的方式來看的時候呢 他是解釋說 春天夏天 因為他是在發的狀態下 對 所以因此呢 天氣也比較熱的時候呢 他的葉子或者金 是比較屬於寒涼的 對 那冬天的話呢 因為天氣寒冷 你需要能量嘛 所以因此種子跟根呢 是比較溫補的 對 所以他從這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所以當你一上火的開始呢 那麼當然就是要給你降火 降火是含的是什麼 葉跟金嘛 所以他的葉跟金的比例就會上來嘛 對 然後呢 這個根根 種子的部分又不能沒有 所以就維持在一嘛 對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翻轉他的想法 那就通了 就通了嘛 然後他在上火的這個體質裡面 他又分為輕中重嘛 對 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在 在體表外面的上火 就是火氣大的 最輕的嘛 對 然後呢如果到了發炎呢 就進來了嘛 對 但是還沒到內臟嘛 對 所以因此是中嘛 所以因此現在的這個是屬於中度的發炎反應 中度的 已經發炎了 這個所謂的這個上火的情況 那到嚴重變成黏液嘛 對 就全部積在內臟裡面去的時候 對 所以到時候他在這個時候 他就會調整寒的 要滅火的力量要大一點 所以呢 他那個比例又會拉起來 對 所以你注意去看他那個 我只是把他稍微解釋一下 對 金國潘老師 果然是老師教授級的 一解釋我們真的就比較通了 那這邊就到了第幾個 第三個 第三個 是黏液 那這個時候寒氣跟毒素 因為微血管循環不良 表皮大腸 膽囊等出現毒塞了 淋巴循環沒有辦法 確實的排放黏液 就是西醫說的痰或濃 而包括死掉了白血球 啊病毒細菌等等 往身體的空腔去蓄積 那黏液排不出去 身體就會各種發炎產生 例如關節炎 鼻豆炎 各種過敏等等 都是慢性發炎造成的 那它的這個比例又是怎麼樣呢 你看 真的不一樣 就金類 金類多了 不是葉在上面 金類多了 金類三份 但葉菜也有兩份 肉種子跟各一份 然後這個金果汁喝得更多 兩份加兩份要喝四份 那我們只有三餐怎麼四份 一、二、三、四 連晚上都要喝 就兩餐中間 就早上啊 兩餐中間 早五跟五晚 對 然後再加倍 為什麼要加倍 是早五跟五晚喝兩杯 喝兩杯 就是早餐跟午餐中間 喝兩杯 兩杯 然後中餐跟晚餐 再喝兩杯 哦 這樣子 所以這個比例是金多 其實你從氣候上面來看 你夏天的溫度一定比春天來得高得多 對 那我們為什麼要吃當季的食物呢 就是剛好大自然是生生相剋 對 當你覺得非常熱 可上火的時候呢 這時候大地種出來的東西都是降火的 所以在夏天的這些水果蔬菜呢 它都水分非常的高 對 然後呢 可以是屬於寒涼的水果 所以因此剛剛 黃醫師特別講到的 夏天是生發在金嘛 所以 所以夏天的這個寒性 這個的寒性一定壓過葉 所以它的寒冷性比較高 所以當你的年夜體質 已經到了上火的重的時候呢 那就要把最冷的丟出來 最冷的丟出來 所以金就要變成三份 翻轉了剛才 剛才 剛才雖然金跟葉都寒 但是這個是小寒 這個是大寒 對 所以因此呢 它多 比較小的上火的時候 它是三份 它是兩份 那現在比較嚴重 就三份二就翻轉了 已經在那個比例已經翻轉了 就那個風潮已經過了 而且杯數也在改變 對 杯數也在改變 好 那其他的體質又應該怎麼吃呢 怎麼喝呢 才會對我們的排毒有效呢 進廣告 廣告回來就告訴你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我們講到第三個體質 叫做黏液體質 那黏液體質 我們看那個根呢 好像也要只有一份而已嘛 那一方老師來告訴我們 你的意見是說 黏液體質不是每一種根都要限制 那根只有一份耶 對 根只有一份 可是不是每一種根都一樣的 我們先講說 有些根是算澱粉類 有些根是算蔬菜類 譬如說我們像白蘿蔔 胡蘿蔔 我們看它的營養素 它的營養素熱量只有30 很少耶 胡蘿蔔只有38 白蘿蔔只有21 但是它的糖分的話呢 它是7.8 4.5 所以它其實熱量很低 這個應該不能算是說 要限制根 這應該多吃 因為基本上 黏液體質的話叫痰濕 中醫說痰濕 痰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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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弱 皮弱就是我們的消化酵素 胰臟比較弱 所以會有糖尿病啊 三酸甘酯過高啊 那些情形產生 所以這叫黏液體質 黏液體質的話 反而我們叫胡蘿蔔跟白蘿蔔 要多吃 因為都是新鮮的蔬菜水果 你認為應該要把它歸類在蔬菜類 對 這邊的話就應該多吃這些 才能夠降低我們的所謂的三酸甘油脂 因為它跟正統的這個根類不一樣 正統就是芋頭 地瓜馬鈴薯這三大類嘛 你看這個熱量都很高 好高 像這種芋頭啦 甘薯啦 馬鈴薯啦 比起菱角呢 這個根呢 就是所謂我們東腸的根 應該是跟自然醫學裡面的根 是一樣的 它最主要是能夠提供我們 所謂的碳水化合物 像這種東西如果吃太多的話呢 其實會讓你的體質更厲害 為什麼呢 它會讓我們血脂肪增加 血脂肪增加 血脂肪增加 所以不能吃太多 所以這個是通的 但是這兩樣呢 可能就不通的 所以 了解 根據這種說法 我是認為說自然醫學應該要把根 分成兩多 就什麼是根 什麼是筋的 對不對 要把它分開來 分為小根跟大根 這個是小根 小根比較偏向葉菜 沒有應該就只要 有沒有 你這樣大家咬應該就蔬菜 或者是反正就是根筋類 這樣蔬菜 這個應該把它 歸在它們裡面的 應該是比較像筋類 那這個的話 才是真的根類 兩個把它分清楚了 一般民眾才不會吃錯了 沒錯 像筍子 椒白筍 那這些是筋類 應該是筋類 應該是筋類 因為它比較寒 但是比較偏寒 筍不是根 所以這個是 要更細分的話 這滿有邪味 看起來是根 但是不是根 應該把它拼 因為它其實是個抽象的根 並不是真的根 抽象的根 抽象的根 怎麼會是根 好困難喔 所以食物的分類 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那果實跟水果呢 應該是屬於哪一類呢 因為這裡面沒有水果類 只有精類 根類 葉菜類跟種子類 只有這四大類 但只有這四大類的時候 水果這麼一大堆 還有果實一大堆 那應該是哪一類才比較對呢 樹精鼻子嘴巴全部都皺起來了 他選了一個跟大家不一樣的 認為是根類 然後另外兩位同學 認為是種子類 講一下為什麼是根 因為我覺得吃起來比較香 因為把水果 這種東西 因為剛才怡芳老師 那種碳水化合物或什麼的想法 我會覺得它比較像根 比較像根 可是要看水多還是水少 水多的可能就算到精 它這變成什麼 水多再精 像石瓜那種 對 如果像剛才的木瓜 或者是什麼琉璃 那個旁邊的那個柯 不知道是什麼 梨霧 梨露 梨露梨 然後就當然根 或種子 還有南瓜 你說 對不對 熱量那麼高 可是種子都是在果實裡面 都是在果實裡面 有西瓜子 所以一定是低 對 西瓜子香蕉 沒錯 所以你們認為是低 對 所以認為比較像種子 對 像種子類的 所以這邊又多一個抽象的東西出來 對 沒錯 因為那個是它要生長 對啊 長大的另外一個重要的東西 好 那我們來看答案 好不好 應該是怎麼樣呢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可是會有甜度的精類 你看你看看 你看 譬如說荔枝龍眼 蓮霧芒果 這些比較像水果的 它真的是精類 那少部分的水果是根類 南瓜 酪梨 木瓜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吧 來 那黃醫師幫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水果果實 究竟應該要怎麼分呢 是不是水多的 這些都是好像水比較多的 比較甜的 所以 就是精類 這樣就可以 就是說如果醫師告訴我們 我們變成說 你剛剛哪一個體質 你要選對 因為我們會把這個 當成是水果 對不對 對啊 因為這根要三分 對不對 我跟你講在推廣這個食療法 是針對每個家庭裡面的媽媽 所以其實它的分類 跟生物學分類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 給它一個簡單的概念 其實剛剛潘教授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其實就是說 像這些水果裡面的蛋白質 的含量相當的高 對 所以它 對於我們比較虛寒的體質 是有幫助的 那大部分像這些熱帶 這個熱季 夏季 這些水果 對 夏天 它其實很多的粗纖維 對 你看這個怎麼吃下去 都很多纖維 對 那只是比較甜而已 所以我們把它歸到 所謂的精類裡面去 所以我們這個食療法分類 有一點跟我們生物學分類不一樣的 對 就主要讓家裡的媽媽 方便去分類碗 去做食物的調理 好 那宜芳老師有意見 來 因為有些應該分成 上火不上火 對 像荔枝跟龍眼 應該是算比較上火的 蠻上火的 上火的應該把它放在根 或種子類 但年屋的話 可能比較不上火 因為比較 應該比較放在清涼 放精類 或是葉類 所以你認為這個在根 這個在精 對 蠻果應該算過敏的體質 其實是像靈異體質不太適合吃 所以它其實也蠻難分類 所以像南瓜的話 基本上南瓜放根是可以 酪梨色放根是可以 但木瓜的話 應該是偏寒一點點 偏寒的話放在根類 我就覺得 可能需要商榷一下下 了解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細細分都是學問 好 那另外第四個體質是虛寒體質 因為類似中醫的這個肾氣不足 那這個階段就是 大家都知道 手腳冰冷啊 睡不好啊 或是異類 那男性可能有性功能障礙 女性是驚奇不規則 驚痛嚴重 小心肾衰竭 慢性肾炎 心是肥大跟肺積水 那選這個虛寒體質的是 是 是 用林黛玉體質 對 林黛玉 感覺上好像比較嚴重一點 來 黃醫師幫我們補充一下 那這個的話 它在這個根金花果葉 要怎麼樣吃會比較好呢 這邊是根類根到三份 對 我們剛剛是金三份對不對 這邊你知道根三份 種子兩份 這個已經全部都是後面的了 比較肉耶 我剛剛這個我們在分類上 其實是有點簡化 對 簡化的目的就是方便這個家庭主婦 方便大家寄 去掌握 其實跟著季節吃 就不用太擔心了 因為我們要當季本土的這個分類 所以我們在分類上是有瑕疵的 但是方便家庭主婦 因為它不需要去寄那麼多生物學的東西 對 但是有時候我們要當季當季有時候有點難 因為譬如說像蘿蔔 白蘿蔔 其實是冬季的 但是我們一年四季都吃得到白蘿蔔 都買得到 我們就不曉得說它到底應該是算哪一個季 其實它是冬季 沒有錯 我們在這個食療法強調當季的原因 就在於它最新鮮 對 營養成分最完整 然後經過冷藏以後都會被破壞掉 然後這個我們在體質這個部分跟類 對 其實我們在食療法裡面還強調 你看種子跟羹 它都一起吃的 對 比例不太一樣 因為羹跟種子結合在一起 它的這個我們新陳代謝的利用 我們所謂的細胞呼吸 就是我們熱量產生效率最好 所以我們都會把羹跟種子結合在一起 我們等一下有所謂的頂銀醬 這個醬就是把羹跟種子類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在吃的部分 針對我們的這個骨盆的部分 羹類比較多 對 然後這邊也是兩份的經過 一方老師你從這個營養學家的觀點來看 這個種子也是蠻奇異的 因為它的營養非常的豐富 那照自然醫學的話 它也是屬在偏這個燥熱方面的對不對 對 是冬天吃比較多 那這個種子究竟我們應該怎麼看 是不是跟前面一樣 有的也是比較難分類 對 其實在我們營養師分類當中 種子有些叫飯 有些叫油 真的 所以到種子到底算油還算飯 看是哪一種 像核桃 杏仁豆 白芝麻 花生 我們先看它的熱量 100公克裡面680數 核桃是680數 杏仁豆是639 白芝麻是591 花生是553 黑芝麻是545 我們先看到油 看它油是不是都很多 不然都多了兩位說 杏仁豆是52.3 白芝麻53.3 花生是43.2 它的油含量也很高 所以呢 這幾個堅果叫什麼 叫油 油 算油 但是一樣的種子類 你看像綠豆 紅豆 黃地豆 就不一樣了 它的熱量100公克 綠豆是342 紅豆是332 黃地豆是102 就頂多300多 對 可是你看脂肪來算起來的話 脂肪算好多 紅豆才0.6 黃地豆才0.4 蛋白質都差不多 但是相對的 它的油就很少 這個呢 我們就把它算成飯類 因為它跟飯比較像 它是飯類 對 便粉類 所以在我們營養學 這三個是高蛋白的 蛋白質豐富的飯類 那這個是油很豐富的 種子類 而且是好油 是好油的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都把它歸類為種子類 其實每個植物它的種子不太一樣 比例不太一樣 如果要細分的話 這邊是油 這邊是飯 對 那所以虛寒體質是要吃油還是飯 虛寒體質的話 應該是上面種子類比較多一點 是油比較多 那飯的話 其實你說像綠豆的話 其實是偏寒 虛寒體質太多綠豆是有問題的 對 可是紅豆是OK的 那基本上 應該是你用食物的顏色 有時候可以分 一般說紅色的食物的話 它應該比較熱 那綠色比較寒 那為什麼是說肝不好 上火的人要吃綠色的食物 因為綠色食物本身裡面 還有一個葉綠素 可以幫助肝臟解毒 再來它很多是十字花科 也能夠幫助肝臟解毒 所以為什麼要吃葉 吃綠色還是有它的道理在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 另外一個體質 另外一個體質就是重症體質 最後一個體質 應該是Paul的 重症的體質 應該大家都知道 長期用藥癌症跟末期的重症等等 我們現場除了Paul以外 應該都沒有 不是 剛剛有講 牡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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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分類 就剛跟前面那個差不多 對不對 它也是種子類三份 一樣喔 剛剛是根類三份 那這邊是種子類三份 根類兩份 葉菜肉跟筋各一份 然後精果汁也是兩份 那種子類的話 今天黃醫師有帶來 教我們做一個叫做 頂銀醬 頂部的頂銀是營養的 就是頂級的營養 頂級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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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用種子來打的 這主要是根類 跟種子的混合 那這裡我們陳列的是 地瓜 還有白芝麻 黑芝麻 就混在一起打 然後打成像這樣的泥狀 這樣泥狀的 要怎麼打呢 這個也很簡單 要加水嗎 不必吧 要加一點 不用太多 好 然後把地瓜擺下去喔 對 這邊有切好的 這邊切好的 切好去皮 切好的 好 把它倒下去 然後那芝麻 白芝麻 黑芝麻 就這樣一茶匙 好 然後加一點水一樣 好 水應該不必太多了 對 就要吃那樣泥狐狀 泥狐狀 好 其實頂銀醬它的目的 就是要我們可以做一些替代的醬類 現在我們的醬油 對不對 你其實可以加一點海鹽 它其實就有劇 好 那我們簡單的示範這樣就可以了 對對對 然後我們打出來的是這樣 這樣顏色的 已經不是地瓜色了耶 已經有那個深深的這個 黑色對不對 是嗎 對 除了加鹽以外 海鹽 海鹽它的營養成分比較好 礦物質比較完整 然後你也可以加一些有機醋 甚至你如果喜歡吃醬油 好的醬油你也可以加進去 醬油 它其實就是要做一個替代的醬類 替代的醬 替代的醬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工業 我們現在食品的這個醬類 都很多的防腐劑色素 對 其實我們目的就是用頂銀醬來替代這個部分 這個打出來這味道很香耶 芝麻的味道 對 直接不用加什麼 對 對 我覺得這樣就棒了 人家可以在早餐烤麵包 可以塗上去 這個可以 要化生醬 要化生醬 取代果醬 果醬跟化生醬 取代醬類果醬都可以 所以像Paul這樣子接近 我就需要 壓動陣 壓動陣 他就多吃一點 這個應該那個小baby也可以吃吧 對 很棒啊 對 我覺得是可以的 好 那這個介紹給大家 叫頂銀醬 頂雞 那至於我們要排毒的話呢 今天在這裡還有一點時間 也教大家 在家裡就可以排毒了 那怎麼開始排毒呢 早晨的時候呢 溫開水是排毒最佳飲料 因為水可以把夜間累積的毒素沖走 另外我們要培養早晨排便的習慣 食物經過一整晚的消化 正等待早上被排出來 另外我們還可以早上按一按手指頭 能夠將停滯的血液呢 來運送到肢體的末端 提高免疫力 另外這邊也介紹大家 清理舌胎 體內的老肺物質 在睡覺的時候會釋出形成舌胎 所以早上要排毒呢 可以喝溫開水 排便按手指跟清理舌胎 那到了中午跟晚上 又應該怎麼做呢 怎麼排毒呢 廣告回來就告訴你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現在大家都很喜歡排毒 排毒 很多排毒素對不對 排毒的方法 潘老師來告訴我們 中午跟晚上又要怎麼排毒呢 其實一天之中是分成早上 白天跟晚上 對 那早上的時候 剛剛安德講的那幾個排毒的方式呢 都是大家已經經常在用 而且我們也都還蠻推薦的 對 那麼白天如果想要排毒的話呢 我的建議是 還是要多運動 多運動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現在目前發現 運動最好的時機呢 應該是在下午的時候 下午的時候 因為你運動完之後呢 不會立即睡覺 不會影響到睡眠的品質 同時也根據研究過 就是說如果你能夠在下午動一動 晚上睡眠品質會好到不行 會好到不行 與其你在睡前吃東吃西 不如下午動一動 而且你動一動以後 流汗這個血液循環好很多 那至於說晚上要睡覺前啊 我們以前也有幾個理論也很好 對 比如說泡泡腳 現在目前泡腳 大概是所有養生哲學裡面 都非常推崇的泡腳 但是如果說你要泡澡也可以 但是呢這個泡澡也有一些規定 不能夠太久 溫度不能太高 甚至最好不要超過心臟 是 那你經過這樣的一個 溫水的一個浸泡 循環 體液循環 也可以幫忙排毒 所以像這些方式都還不錯 最後我要用今天這個飲食 用我們這個醫學支付 西波克拉底 在2500年